王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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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毅凡 其實我小時候就滿愛唱歌的 大概國小的時候 我記得家裡就有一組那個 那種卡拉OK 家庭式的卡拉OK 那時候我媽也會唱我爸也會唱 我也會唱然後知道 教會有那種青少年的 詩歌班 所以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去那边 让我学习跟大家一起唱歌 那所以其实我刚开始进入教会 是先加入诗歌班 后来爵士鼓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也看到有人在打鼓 有人在敬拜 配伴奏觉得很帅 然后也想尝试看看 所以其实打鼓或跟唱歌这部分 都是我喜欢的活动 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玩乐团 都会争主唱来唱歌 一直找不到主唱 我一直在打鼓 那他们可能好像是他们叫我唱 还是说我自己自告奋勇 我说不然找不到主唱 你们找个鼓手来打 那我就唱歌这样 结果果不其然 下礼拜他们真的就找了一个鼓手来 那我就变成唱歌 但是我也觉得OK 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唱歌这样 后来因为我自己开店之后 就比较专心在经营我的店面这样子 所以就比较少时间分身发出 就没有再继续玩乐团 但是王亦凡热爱唱歌的心一直没变 这次就要来红人榜延续他的歌唱梦想 唱歌唱梦想 不必辖多歌唱歌的心一直没变 例えば我一直没有提供的心意 因为我自己做的心意 所以我自己 compartt 69 他我们听说梦想 有爺 它老闆 哭吻前途 在著一個人裡 有跟它來拍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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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